其實這樣子 環境部彭部長是我多年的老友 我們共同在健康城市 永續台灣 還有節能減碳的工作上並肩作戰很久 那我們520就任以後更有機會來討論到怎麼樣 來幫醫療體系節能減碳 所以常常在討論 那過去幾年的確 我們這樣醫師公會 這方面也在節能減碳方面非常的努力 環境部也給我們很多的幫忙 所以我非常的感謝 那在8月17號大概一個月前 環境部也邀請我們衛福部一起來舉辦一個 立社醫院 立社醫療的一個領航主管營 那這個前國很多的醫院的院長都來參加 共同來宣誓 我們要開始醫療院所 來做節能減碳的工作 那這個活動其實相當成功 那事後彭部長 我的好朋友彭部長 就跟我講說 總統對這個活動非常的肯定 打電話跟他講非常的肯定 那也希望大家積極來做 特別是醫療體系 怎麼樣在有限的資源之下 來做節能減碳 這是一個未來重要的工作 就請環境部在專業上多做協助 所以後來的確我們也討論的蠻多的 包括要不要請EXCO來幫忙 來創造一個醫院 還有產業 還有環境 一個山林的局面 那麼在昨天上午我硬邀參加 那個醫務管理協會的會員代表大會的會議 那我在致詞的時候當然有大概講解一下 我們健康台灣的進度 那也表達總統跟行政院 行政院長對我們醫療體系的支持 那因為 李市長 洪子仁李市長有提到說 我們醫院要來監負起 那個節能減碳的一個責任 所以我也特別提到說總統很關心 醫療院所在這個部分他也覺得很重要 也非常用力的支持 就稍微有提到說總統是有 指定給彭部長來關心 這個其實都是一種 互相鼓勵的一個互動而已 那其實在場的所有的會員代表 真的一樣感動 我們會繼續努力 那在做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因為我有用詞不讓 造成的誤解或者是困擾 我在這邊非常誠摯的 跟我們彭部長還有社會大眾抱歉 那希望大家共同在這個議題上面 尤其是節能減碳環境勇氣上面 也請社會大眾繼續支持 我們醫療院所 繼續朝著環境勇氣這個部分 大家一起來努力 感謝大家 我們來看到的是 現在還出現了 不管是總統對戰民意 總統對戰國會 甚至總統可以直接打電話 罵部長 怎麼一回事 這其實透過了我們的衛福部長邱太元的爆料 他說為了這醫院的一些 這種減碳的一些補助 還有資源的問題 這也讓賴清德總統 親自致電給我們的環境部長彭啟明罵他 那這個爆料出來之後也很尷尬 包含了環境部長彭啟明本人就說 總統是君子啦 希望可以更積極更勇於認識 在口氣上我個人是聽不出來有罵 不過聽在在野黨立委耳中覺得很刺耳 怎麼會是總統直接打電話給我們的部長交代呢 他說 邱太元這個爆料的做法也根本就不符合了官場倫理 也坐實了賴清德才是真正的太上皇行政院長 賴世保委員也說這說明了卓內閣之間的內訌 還被賴清德給架空行政權 如果真的在意減碳的話 就應該修正民進黨錯誤的能源政策 不過其實你知道嗎 這賴清德總統上週五 就夜宴了民進黨立委 傳出針對藍白聯手退回中央總預算 下達了動員令 時事評論員李毅修就表示 賴清德未來歷史定位就是暴君 無視憲政體制 不在乎依法行政 跨過行政院長直接對環境部長彭啓明 來下指導旗 這全部都是賴清德的經驗法則 未來歷史主要給他兩個字 暴君 他的定調就是暴君 我已經完全可以先跟大家敲定 也許二十年後 如果有機會大家回來檢視 今天我講這兩個字的時候 我想大家應該會是 點頭如搗蒜 我以為是四個字我全都要 我全都要的背後還是暴君 這個人真的是 側大的暴君 而且他完全沒有任何憲政體制 跟司法制度裡面的一個尊重 他對什麼叫行政的一個 依法行政這樣的一個行為 他完全不在乎 大家知道嗎 最近傳出一個消息是 他越級打電話給彭啓明環境部長 直接下指導棋 然後呢 卓榮太對這件事情呢 似乎根本就不知道 這個人對憲政體制有什麼尊重嗎 完全沒有 所以我說清德中就是個暴君 而且也是一個非常阿板的暴君 到什麼程度呢 只要不聽話我就把他捶死 賴清德這個經驗法則是非常顯著的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點 第一個 絕對不要像議會妥協 跟議會妥協 是笨蛋才在做的事情 我只要死幹到底對不對 李全家就投降啊 我今天為什麼打死不見韓國瑜呢 因為我只要打死跟國會對抗到底 最後是韓國瑜來跟我投降 怎麼是我去跟韓國瑜投降呢 所以呢 藍白現在就要了解到 這就是賴清德的從政經驗 沒有投降 沒有退讓 沒有妥協 沒有討論 只有你下跪 藍白要加油一件事就是 你如果不強硬表態 你的支持度只會更低 所以把所有總預算害全部退回去 這件事情確實讓民進黨嚇到 你要開始讓老百姓習慣對抗 綠營的群眾 他們是非常熱衷於對抗的 對抗思維是他們一向以來 非常熱血沸騰 非常有這種凝聚支持者力量的一種方式 其實你就想喔 這邏輯是怎樣 只要我夠激進 只要我夠大聲 不說話的人被我撵平之後 我管我支持度 實際支持度是30% 20% 只要我表現出來像起來像40% 50% 我就是贏的啊 這個就是賴清德的邏輯 這就是民進黨鷹派的邏輯 而賴清德是個徹頭徹尾的鷹派 而且因為他過去過得很爽 他一直都在台南放顆西瓜都會上的地方 所以他一直認為 撵平邏輯是唯一正確選擇 暴君邏輯就是我想怎樣就怎樣 為什麼可以當暴君拿來的底氣呢 其實華昂明我們的時事評論員波基 他提到賴清德手握了三把刀 讓他有這麼有底氣 他說司法的刀 這我們已經充分的能夠看到了 包含大法官檢察官法官等都可以讓在野黨 甚至自己的政敵瑟瑟發抖 而罷免的刀首當其衝的是 基隆市長謝國良 在明年2月1號開始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國民黨立委業會被發動罷免 還有當然這很簡單 次元切割刀 只要出事了 只要有負面事件發生了 賴清德可以大刀一砍全部與我無關 讓滿意度維持在穩定狀態 非常巧 另外也有三把刀的是韓國瑜 他重申立委其實有三把刀 應該要好好的善用 包含質詢的刀 審預算的刀 以及立法的刀 時事評論員董志森就分析了 最有利的就是審預算的刀 現在有兩個法規已經過了 那民進黨也置之不理 他們認為是要多數服從少數 粗暴遏制 那當然藍白可以用三預算來對付你 韓國瑜講了三把刀 其實最有利的刀 其實就是審預算 我就是審預算 那我們看到其實有些法規改了 民進黨是不理你 預算為什麼會被退 因為有兩個法規很明顯已經改了 這兩個法規民進黨置之不理 第一個就是原住民進法 那第二個公糧 我們公糧跟農民跟他徵收 那立法院也事決議 就是通過了把它改為 每公斤加五塊錢 大家知道什麼都漲 那米怎麼可能不漲 所以把它加入了 這個是農民的權益 可是民進黨也季節編入 所以可以看到了 你修改了法律 民進黨是不理你啊 他寧願違背法律看你怎麼樣 你最後到憲法法庭打完 也是我贏啊 所以民進黨現在 他用的這種爛的招數 就是你法律怎麼樣 我就置之不理 那我們知道看到了 賴清德他採取也是對抗 他表現上講 要去說服社會上 要講出道理 那民進黨是可以講道理的黨嗎 民進黨他認為什麼叫民主呢 因為賴清德說民主是 他們最主要的武器 什麼叫民主呢 民進黨認為所謂的民主是立法院 多數要服從少數 要服從民進黨 他認為這樣 他如果在立法院他是多數 他就認為多數 少數必須服從多數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進黨的二職 看到民進黨的粗暴 他認為只有他贏 因為行政權是我哪 我賴清德哪 百分之四十選票我當選 那這個其實在 所有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都是匪夷所思的 民主國家行政部門一定很尊重 國會通告的法律 那法律你不遵守 那現在怎麼辦 那只好就預算來對付你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患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你 合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